全球新冠疫情持续延烧 加上乌尔战争导致供应链更加吃紧 美国目前通膨率创40年来新高 总统拜登和联准会主席鲍尔 5月31号再次会面 这是拜登上任以来 与鲍尔的第三次面对面会谈 而拜登一方面表示 尊重联准会的独立性 另一方面也似乎在转移 对抗通膨的责任到联准会肩膀上 距离美国其中选举只剩下半年时间 而民调显示 物价飞涨是选民现在的痛中之痛 拜登表示 希望经济能从快速复苏 持续过渡到稳定增长 强调眼前首要任务就是降低通膨 他提出了三点计划 首先联准会应肩负控制通膨的主要责任 第二必须确保国内家庭能够负担物价 并逐步提高经济生产力 第三则是政府必须持续减少联邦赤字 这有助于缓解价格压力 而一同参与会议的美国财政部长叶伦 会后强调 意志通膨是拜登的优先任务 他也首次承认 过去一年他误判了美国通货膨胀情势 以为不会成为持续的问题 结果后来的发展却超出他的预期 并且对经济造成重大冲击 包括能源与食物价格大涨 以及供应链瓶颈等 都对经济带来负面影响 外媒也指出 这是到目前为止 叶伦最直接的一次认错 环宇新闻 陈静 综合报导 请订阅按赞 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感谢观看 念渽 正reen 念 念 字den 订icional 念 念 耳 如